完全命中 今天台股又再度重挫 我想我在 9月初的时候 所赠送给大家的这份资料 那里面大概讲述一下 你看当时的指数还在15000点以上 现在已经来到13000点附近 这个跌幅的非常一个剧烈 那当然今天大跌 这个可能跟台积电涨价被拒有关系 就是苹果有讯息出来了 这个iPhone14卖的不怎么样 所以说我们昨天谈到说 这个行情来讲的话科技股是有危机的 那一样今天讲到 这个下跌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线形 这个线形 我们 看一下这个图表的部分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今天的一个行情非常的一个疲弱 对不对 我看可以先好了 首先美股 美股持续破底 这个 美股有结束它的一个下跌趋势吗 没有吗 所以说这边的行情来讲的话 持续是一个往下的一个走势 我想大家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到 你就算不放空 你也不该做多 好不好 我们看台积电 台积电走势有没有 持续是一个弱势格局 那它跌完了吗 恐怕未必吧 对不对 台积电是一个持续往下的局面 那我们所放空的标的 像8046南电 继续破底 有没有 昨天反弹一天 今天继续破底 3189的紧硕 一样吗 今天也是一个重挫的局面 那其他呢 矽晶圆 虚弱 这个持续走弱 对不对 3105的文貌也是一样 落势股是一个持续有走弱的一个迹象 今天也是一个 续跌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在这个行情来讲的话 你可以注意到几个落势股 电子零主件都不好 这个是 负财LED的部分 对不对 2408南亚科 这个也是不好 这个平大概平低 2327的国距 都是一个比较 算是一个转弱的一个局面 也是破底的局面 都不是很好 那今天重点金融股虚弱 2882 国泰金 有没有 国泰金破40了耶 哦 你不要觉得他好像跌个2% 事实上对国泰金跌算蛮多了哦 这个 呃 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哦 这个金融股来讲的话 他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你看新闻的时候都知道说哎 这个最近这个美国的殖利率啊 不管是像两年起的 五年起的 十年起的 啊 殖利率都往上窜升 急升哦 那么导致于说 债券的价格是一个往下大跌的一个情况 啊 那么我想台湾的 这个金融机构啊 包含像受险 甚至银行等等啊 他们的国外投资部位 都有很多的股票跟债券 那股票是不要讲的吗 股票跌当然这个 啊 投资的人类亏损 但重点是债券哦 债券价格往下跌 会对资产负债表 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就他的禁止会 往下去做一个重挫的一个情况 还记得之前的论态权论态新吗 南三人的时候对不对 南三人的时候他没有上市啦 所以说他 哦之前你听到说 哎这个禁止 因为债券价格的大跌而往下 那最近的债券价格是一个急跌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金融股压力非常大哦 你看2891 这个叫中信金啊 哦 一样嘛 破底之后继续是一个往下 哦 急跌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说这个行情来讲的话 到底台股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哦 到底这个指数啊 要跌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我想我在之前就跟他讲过啊 你看 你唯有放空操作 你才能拥保的康 对不对 你就算不放空操作 哦 你起码手上的股票请一请吧 这是我之前 啊一而再再而三所提醒大家的事情 就算 你不去做龙卷 啊 你不做空 起码你手上也不要有多单 就这么简单 好吧 我想这是我之前跟大家讲 债市风暴即将启动 这个最近债券价格的往下掉 啊这个我想金融股就是 率先去做这样的一个反应 债券价格往下掉之后 啊金融股去做这样的一个反应 可能会产生一个大跌的迹象 暴力升息之下 股债双跌就是目前的一个现象 啊我在讲一次哦 暴力升息之下 目前就是一个股债起跌 股债双跌的部分 所以你要怎么投资呢 啊这个是 啊美国科技股嘛 科技股的风险持续扩大 你看啊苹果 他拒绝了啊台积电的涨价要求 那显然他卖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 啊那另外呢 啊越KD 即使人要低档 20付近对不对 会不会走出一个顿化 哦你看这个位置吗 什么位置才有明显的支撑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啦这个技术面 破前低到前高嘛 对不对 可能到了前高之后 才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整理或震荡 我觉得这个行情 大概这种模式 那股价失去重挫 我想这边 都有提醒大家这样的一个论点 我想这边来讲的话 行情在一个跌破往下的过程当中 你看前面这一段哦 前面那一段六七月份的下跌跌3000点 对不对 呃从一万六千 一万七左右啦 一万六千八 跌到一万四 哦大概两千八百点左右 那这一波呢 哦从一万五千五 你要跌个3000是到多少 一万两千五吗 这个哦 我大概抓一下 懒就算一下 大概哦 可能跟前面同比的跌幅 那现在有讯号了哦 急跌通常是一开始 所以你遇到急跌的时候 通常有机会 哦作为一个加速落跌 我想国安基金大概会护盘啦 我觉得这边来讲的话 要马上就出现哦 这个重挫 这个哦 连续去崩跌 我觉得是 是是可能哦 当然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嘛 那跌破前低的时候 我想会到什么地方哦 这就是我目前所考量的方向 所以这边呢 你的超速策略很重要哦哦 你要怎么去建构你的策略 在这个行情里面 起码你先不亏损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 我想持续跟踪 老师的频道 法人最前线的line 法人最前线的telegram 跟line 请大家务必要去做个加入 好我想今天简单的分享 到这个地方 到底这个空方行情 有哪个老师能够带你离开风险 谢谢大家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